眼下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已经结束 最终陈梦4比2战胜孙颖莎夺得了金牌 然而在本场比赛结束后 却发生了很多备受争议的事情 首先是在比赛过程中 很多球迷只为孙颖莎加油欢呼 而当陈梦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却几乎没有球迷给他送上祝福 甚至还有个别极端的球迷贺道采 另外一方面 在比赛结束后 陈梦夺得金牌 现场很多球迷高呼退票 甚至还有个别女球迷直接做出不雅的行为 针对陈梦的这种行为 实质上就是所谓的饭圈文化 它其实是非常不寻常 而且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球迷应该所做的行为 所以就在最近这场比赛结束过后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媒体 都批评了这种饭圈的文化行为 另外一方面 最近官媒新京报还在他们的最新报道当中 用了12个字来表达他们的态度 接下来 对于我们国评来说 必须出手严惩这种饭圈行为 在本场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 官方媒体撰写了一篇长文报道 用了12个字来说明了他们的态度 那就是 别让饭圈文化侵袭中国乒乓 在这篇文章中 他们详细回顾了这一场 女单决赛的种种诡异形形象 还提到了大家的疑问 为什么球迷的加油呼声 只偏向另外一方呢 这种情况显然是非常不正常 他们希望在赛场上 不要出现这种极端的饭圈行为 也希望我们中国乒乓球 可以健康发展 不要受到这些饭圈球迷和粉丝的影响 除此之外 在这篇报道当中 官方媒体还特别点名 提到了陈梦和孙颖沙 他希望所有的球迷 都可以好好保护这两位球员 从这篇报道中 其实我们能够解读出一点 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现在 有些饭圈文化的不好行为 其实已经逐渐入侵到 我们国评的比赛当中 所以我们一方面 希望国评教练组 可以出手制止这种行为 我们的球员可以呼吁球迷 理智观赛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那些真心喜欢孙颖沙 和我们国评其他队员的 那些球迷或者粉丝 在观看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 尤其是观看我们 中国乒乓球队内部的比赛 那更应该给我们两个队员都加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管最终试试谁输赢 我相信我们的球迷 都会非常的开心 而不会像这场比赛那样 在赛后做出非常偏激 和激动的行为 当然了 媒体提出要求 并不是说不允许以后比赛 我们的球迷 为自己喜欢的球员加油 我们只是希望球迷 不要在比赛过程中 做出那种偏激极端的行为 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我们中国队内部的比赛 对战的双方 是我们中国队的队员 我们确实应该 还给两个球员都加油打气 我们的队员都加油打气 我们的队员都加油打气